今天這個鏡週刊的報導出來之後 讓我非常壓抑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最近所有的議員都在追 我們在跟台北市政府在要 比如說像這個 今天週刊爆出來的 這一些資料的時候 你知道社會局都 社會局教育局都給我們一個 講法就是已進入司法調查 所以不給你們 不方便提供 檢察官說不能給 可是我今天看到這個報導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檢察官跟我們一樣耶 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跟社會局 也不給他們資料耶 那不是很離譜嗎 議員要監督 行政機關教育局社會局說不能給 司法要調查 檢察官要資料 教育局社會局也不能給 教育局社會局 到底把這些資料壓下來幹嘛 蓋牌嗎 怕被發現嗎 不然為什麼不能給 我懷疑搞不好 還有其他資料還沒給哦 是啊 所以搞不好法院 檢察官應該去搜索哦 所以這個案子 到底為什麼有這麼 這個到底主管的人是誰 在壓這些案件的人到底是誰 他有這麼大的權利 居然檢察官要資料 他不給 然後另外一方面 還對議員說謊 而且我要先補充一下 這個報告其實是很可怕的 是說什麼你知道嗎 7月 2022年7月 第一個案件發生 8月11號的擴大調查裡面 已經講了哦 就是要成立妨礙性自主的辦理 那呢 在7月29號的時候 社會局就有一個 這個單子 資會單 這個資會單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家房中心接到個案之後 調查完之後 依照台北市政 依照 依照這個教育部的 的要求 我要把這個單子填好之後 匯資給台北市的教育局 因為教育局沒有辦法進行調查 所以這個東西要給教育局 因為教育局要去做後續的 防治嘛 對不對 你 他就已經寫得非常清楚啦 他這個有不當的性對待 而且重要的提醒是什麼 行為人疑似為幼兒園園長之子 7月29號就已經填表 8月4號在教育部通知哦 全台灣有關孩童性侵害 相關的案件的平台上面 就已經通知了哦 結果咧 我們教育局神經超大條 當事人管教幼兒園的人 居然到8月25號 才把那個那個那個鈕啊 按下去說我收到這個智慧單了 那我問你 這中間你到底在幹嘛 從7月7號已經知道 7月29號家房中心填表 你一直到8月25號才去按鈕 你到底在幹嘛 這就是嚴峰所說的 這五十天都沒有作為 但是我要講的是 嚴峰講的五十天沒有作為 之後每一天台北市教育局都沒有作為 因為他這個案子就放在這個地方 一直到隔一年才有在按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8月11號的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鏡州刊所公布的這個擴大會議 教育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要說明案件的防治措施跟施行情形 如果你連一些個資 你連幼兒園園園長跟這個教保園都不知道 你們開這個擴大會議 就是就是亂開啊 你連那基本的資料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亂開啊 另外剛剛幼兒園的兒子 幼兒園的教保園跟幼兒園園長的關係 你知道一直到去年11月案件再發生 蔣萬安的檢討報告裡面 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未來台北市的精進作為 在通報的時候要把親屬關係寫上去 有沒有荒唐啊